嗨,我是美玲牧师,文良港社区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心灵关怀小站的站主。 我会报名上这个课,是因为当时我在上神学学士,那神学院说有辅导文凭,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把它学上来,因为身为一位牧师,辅导是我们主要的任务之一。 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主日学,那有受过装备的主日学老师,金牌赞美部门,有受过装备的团员,那我觉得教会里面也应该要有一个像样的受装备的辅导部门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选择上这个课程。 在这两年的经历里面,其实我处理了很多我自己个人的问题。 当时候我四十多岁,人生好像被卡住了,难前进。 后来上课了之后就发现到说,原来一些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当我们更加去认识我们原生家庭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当下,我可以应用所学习到的技巧去处理我当下的一些问题。 那当下的问题处理好了之后,就更有自信地去面对明天,去面对来临的日子。 不过我想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开放你自己去进入这个旅程。 我想辅导课跟其他科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自己能够踏上这个旅程去有一个新的体验。 那在上完了这两年的辅导课毕业过后呢,我就回来教会跟长子们说,我需要更多的操练。 教会也非常支持,让我开始这个心灵关怀小战。 那在心灵关怀小战里面呢,我不单只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也帮助了社区里面的人。 在帮助别人方面呢,我学到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不是救人者,我不能够救他们,我只能够帮助他们,陪伴他们,成为他们的三谷同路人。 我不能够拯救他们,我只能够把工具放在他们的手里面,让他们自己有能力去绝发,然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可以陪伴他们,同理,然后为他们祷告。 然后最终呢,我没有把问题带回家,我把他们的问题一起地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 这是我学到的。 我很感谢神学院开发这个课程,让我手里面可以握着一个那么好的工具。 我会继续地去,在上一些辅导课进修,那我也会继续地去帮助别人,因为刀是越磨越厉,那你越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你就会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上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过后有机会操练是更好的里程。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就是明镜与点点栏目。